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着一个方向打 这就意味着叙利亚的问题可以在短期之内得到快速解决 恢复叙利亚的和平 对于俄罗斯以及伊朗 针对叙利亚的问题 站到一起也是很正常的 要知道 在叙利亚内战达到一个顶峰 局势处于一边倒的时候 俄罗斯以及伊朗的加入帮助续军稳定住了局势 不仅如此 还持续不断地为续军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 然土耳其的加入 就不得不怀疑一下动机了 而事实上此番土耳其还是主动加入到这个同盟的 系统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亲密无间了 尤其是在美国突然镇压了土耳其的经济 差点崩盘的那一刻起便彻底将土耳其推向了俄罗斯 此前 美国想要出口给土耳其F35战机 除了骑士合作伙伴之外 便是想要利用土耳其的地理优势对中东进行军事威慑 而且还要起到震慑俄罗斯的目的 而土耳其左右逢源 不仅同美国购买F35 而且还同俄罗斯购买S400 这也成为了美国近来同土耳其关系紧张的一方面原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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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